爺爺 奶奶 爸爸 媽媽 小哈哈 哥哥 姐姐 弟弟 妹妹 互相幫忙 太開心 甜甜 蜜蜜的時光 歡迎來到這一家 各位同學 不好意思老師今天臨時要請假 這一堂課大家就先自修好了 下一堂課就會有代課老師來幫大家上課 小蘭 你是班長 維持秩序 不要讓大家鬧哄哄的好嗎 好 知道了 好 各位同學 老師不在的時候 希望大家相親相愛 互相照顧好嗎 好 答應我 要做到 老師 老師 老師走了 耶 老師不在自修課 我們就是打出去 打球囉 耶 太太 阿寧 老師剛剛是不是說這一節課要自修 自修的意思就是要在教室裡面 復習自己的功課 而且你們昨天的作業還沒有交喔 小蘭頒獎 老師不在 我們不會被發現 打球 哈哈 對 你們這些臭男生 老師一不在 你要想搗蛋搗怪好嗎 對 想想你們的好寶寶點說都快扣光光了 現在上課那邊講 我們就這樣乖乖聽一下 只有這個時候 就很乖很聽話 而且你們也沒多想 反正老師不在 我們就不會被發現嘛 對啊 對啊 瓜瓜 瓜瓜 走啦 我們就去打球 打球啦 怎麼樣 我不去 四兄弟都要一起去喔 對啊 四兄弟 我們就一定要關心老師啊 但老師走出去的時候 你們都沒有發現他神氣 有點乖乖的嗎 對啊 有嗎 有 而且就像瓜瓜說的 老師剛剛走得很急耶 如果 老師真的遇到麻煩怎麼辦 對啊 瓜瓜說的沒有錯 而且老師走得那麼急 還那麼緊張 對 還有 老師很小突然說要請假的 該不會 老師遇到什麼不好的事情吧 怎麼辦 會不會老師他只是單純的身體 不舒服 請假去看醫生而已 看瓜瓜這個樣子 然後女生他們這樣子的描述 我覺得好像有點嚴重耶 可能不是那麼簡單的病喔 可能是很嚴重的病 需要開刀動手術的 還是他們家可能找小偷 有一次我媽媽就是前方 然後被小偷偷走 裡面的信用卡 提款卡 還有電保卡 很多很多卡 全部都不見了 還打電話找警察喔 那如果咖啡偷走 他被人家倒刷 或是不然被人家倒用的話 很嚴重耶 對 而且聽說還會被詐騙集團 要找上門 找你麻煩喔 老師我們被壞人抓走了啦 不要啦 不要啦 不能抓走 這樣以後 我們就看不到老師了 快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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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難過 你看看你們 你們只會想要 去打球 你們真的很漂亮 對啊 都是你耶 你看看你 都是你說要去打球的 這樣以後 我們就看不到 我們最愛的老師了 不是 老師 我們不是故意的 你不要懲罰我 我以後 我以後一定會認真上課 不會在自修課的時候 要去打球 老師 對 老師 對不起喔 我會好好的 用功打電動 怕會用功讀書 老師 對不起 我不敢摳摳摳摳 去打籃球的 老師請教我 請教我 請教我 老師 老師 歡迎 你們先都不要緊張嘛 老師可能只是 今天有事請假而已 說不定老師明天就回來上課了 而且你們有沒有記得 老師剛剛說的 老師說呢 他不在的時候 我們就要互相照顧 互相幫忙 所以呢 我們現在一定要做的事情 就是 尊小志士 用功 對 這樣才不會再讓老師 我們要當好乖寶寶 不要讓老師擔心 大家要乖喔 好 早安 大家 大家早安 我們 老師 老師 你回來上課了 你家有招小偷嗎 老師 你的錢包有不見嗎 還是你去醫院 開刀喔 還是有那個詐騙集團 找上門 找你 沒有啊 老師 快要你回來了 不然我們以為我們見不到你了 怎麼哭成這樣 大家都從沒哭臉的到底發生什麼事啊 老師我來解釋好了 就是老師你昨天請家的時候走得很急 然後臉色看起來又很緊張的樣子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你會不會發生什麼 對不起啦 讓大家擔心了 其實啊 是因為昨天老師的家人打電話來 說我的寶貝小貓咪好像生病了 身體的狀況不太好 我就很緊張啊 我就很想要趕快衝回家 然後帶牠去看醫生 所以才急急忙忙的請了假 老師 你照顧你們家寶貝小貓咪 就好像爸爸媽媽照顧我們一樣 也會擔心我們耶 那當然啊 寶貝小貓咪陪了老師好多年 我當然要照顧我的寵物 就像照顧我的爸爸媽媽 還有我的小孩一樣啊 那老師 你們家的小貓咪後來還好嗎 你應該很擔心牠吧 真的 我接到電話的當下 真的好擔心喔 不過還好啦 因為呢 我有趕快把牠帶去醫院 給醫生治療了之後呢 現在算是有比較穩定一點 但還是要多做觀察 對啊 對啊 你們看吧 就說你們昨天太緊張了 是胡思亂想 不過幸好老師 你的小貓咪沒有事 老師 昨天一定很不好過喔 嗯 對啊 不過 真的要謝謝大家 喔 老師一來上課看到你們這麼擔心我 這麼關心 其實我是很感動的耶 而且 我有聽這個代課老師說 你們昨天上課的時候很認真喔 對 打掃時間也少得又快又好 我真的是覺得 你們表現得太棒了 大家都長大懂事了 沒有給我丟臉呢 對 代課老師說的都是事實喔 阿妮我作業通通都有寫完 嗯 老師 按您說的都是事實喔 而且我呢 都有 有禮貌不吵呢 哪有啊 他們呢本來想要趁你請假的時候 出去打籃球耶 老師 我沒有跟他們去打籃球喔 我很乖 因為你一出去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很緊張 是心思細膩 而且觀察入圍的我 發現老師有一點點不一樣 所以我就覺得 一定要關心你才對耶 謝謝心思細膩的呱呱 察覺到老師跟平常 不太一樣的情緒 嗯 老師啊 其實真的覺得很開心喔 這種被關心的感覺真好 我希望啊 你們也可以用這種 觀察力去關心身邊 譬如說可能難過的人 或是受傷的人 被關心被安慰的人 心裡啊 會有一股暖暖的暖流流過去 就像老師現在一樣 覺得教導你們 真是太幸福了 嗯 老師 我們也覺得 有您能擔任我們的老師 是我們的榮幸 那各位同學 希望下一學期 能夠選我當班長 這也會是我的榮幸喔 蛤 為什麼要那麼 對啊 阿妮 你作業很長沒交耶 要不是因為是昨天代課老師 長得很漂亮 你才把作業全部都寫完耶 對啊 哪是這個原因啊 是因為老師 所以意思是說 老師請假的話 我們環境都會打掃 作業都會寫 看到人都很有禮貌 對啊 老師還是你都一直 蛤 蛤 不可以 老師你不要聽安妮亂講啦 其實她昨天特別認真喔 她不僅把昨天的功課寫完 還把前天大前天大大前天 上禮拜 上上禮拜 上上上禮拜的功課 全部都補齊囉 老師我都要寫完喔 而且啊 我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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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了啦 哎呀真是的 好吧阿妮 那我再給你一天的時間 明天一定要記得帶來交給我好嗎 好 謝謝老師 嗯 好啦同學們 上課囉 好 想要看到 孟孟親子台 最新最快的官方影音嗎 記得按下訂閱 設有旁邊的小鈴鐺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讚留言 這樣子就可以隨時隨地 收看到我們 孟孟親子台精采的影音囉 訂閱小鈴鐺 留言按個讚